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爱好绘画的画家 应文化局的邀请 在玉山展览室展出图画世界连展 50多幅作品涵盖山水风光以及人物风情 并呈现出家乡的朴实感 吸引许多民众观赏 暂期从即日起到3月20号 欢迎民众一起前往观赏 感受艺术之美 为了让民众欣赏到优秀的艺术作品 县府文化局与玉山展览室举办 2019图画世界连展 此次展出50多幅画作 不论是山水风光 大地田野或是人物风情 都充分呈现出家乡的那份朴实感 因为这艺园是我们很多随身 画画很连久了以后它程度好 所以我们把它再一起展出 可是我们不把它当作私生展览 用图画世界的展览 再加上我们这展览的 很多朋友都是教授级的 也不分地区 也不分年龄 也不分大小 也不分学历 最主要是它画得快乐 画得认真 画得能让人家耐人寻慰 我最主要目的在这里 当然我们画画的话 每个人都是有个人的专长 有个人的喜爱 所以表现的各种的面向都不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形成我们这一次展览 五十几张画都不一样的都才都知 只至连展的成员均来自山明水秀的南投 在蜂窝人情风光的孕育之下 因为爱好绘画而结缘 在快乐涂抹中砥砺精进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百态体会生命 勤奋创作 作品主题丰富多元 无论是山水风光或是田野风俗 建筑美都出自于自然景色 收于朴实情味 我像我这张呢 我是画我家 因为我为什么生力其境在自己家中了玫瑰花 感受它的眉 感受它的阳光的存在 感受它的光线的律动 甚至于跟环境的关系 画这个玫瑰花 当然我在我的画画里边 我没觉得玫瑰花最主要是画它清香柔软 跟适时的结合在一起 因为你为什么要选择玫瑰花 玫瑰花对它独特的特点 有它的距离 艺术家吴锡当表示 画山水风景画作 一开始作画 从打底时用顺色或是中间色 一层一层用其他颜色把它复合起来 最后再加上一些白色或是金亮的黄色 不成出来才会有这种层次 我在表现它的时候 我会利用有很多的层次 又有一层一层地把它表现出来 尤其是整个它的圆 还有深度 还有它前面的整个的亮度 来整个配合起来 才会达成 会达到这张图 整个的眼 深 近 都会表现出来 这个颜色又能够表现 我们秋天 整个的去袭 文化局表示 图画世界连展从即日起到3月20号 在文化局玉山展览室展出 欢迎民众播控前往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自信之旅 庞选择 红色 中文化 对 这样 这套截 这套战 这套战 1 4 4